繼續我們要和心儀來聊他的夢想 不閉眼睛看 夢想仍然可以插翅飛翔 現在請教你走過了 這個比較彷徨 比較艱辛挫折 又很多的少年時期 然後你也完成了學業 然後又進入到職場 現在也結婚了 所以生活是相對的穩定 來談談你現在的生活 我現在的生活相對的穩定 但是不是絕對的穩定 我現在的生活應該算是 我好幸福 就是我住在我爸媽家樓上 我租在我爸媽家樓上 所以我當我先生 沒有辦法理我的時候 我就可以跑回去 媽我要吃飯 然後我媽媽現在 他還坐得動 所以他還可以跟我一起共享天倫 那我自己的工作來說 我自己現在是一個自由工作者 我們都叫行動心理師 行動的意思就是真的跑來跑去 所以我每天可能要跑到兩三個地方 是 然後所以自己接case啦 然後自己談價錢啊 自己promote自己啊 自己做自己的教材啊 就是台前台後的反正我都一個人要handle 好厲害 一根手杖就這樣走天下 你的出門都是自己一個人 當年爸爸訓練有功 真的謝謝他的訓練 對 那我現在 所以我並不是說很安逸或穩定 而是說相對的 是一個我自己覺得我現在大概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個階段 就我有爸爸媽媽 有先生 有一隻狗 然後有一個很好的弟弟 然後有一份我可以發揮我自己價值的工作 那現在希望在工作上面要怎麼樣來成就 我對我的工作 我只希望大家可以給給我更多的機會 讓我可以把我的生命 這一顆小螺絲釘充分的把我發揮所有的利用價值 我所有的殘餘價值都要請你好好的給我機會 讓我可以發揮 像老委會資訊局就一直給你這個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你在工作上做得很好 所以找你來代言 幫你拍微電影 然後就希望你能夠站在視障者的這個角度 這個立場來告訴社會大眾說 其實視障者也可以從事很多的工作 甚至可以做得很好 但現在社會上其實還是對視障者 有很多在就業上面的限制 或者是一些錯誤的認識對不對 你談一下 我覺得這兩方面 我不是因為我是視障者 所以我就偏談視障者 然後說大家要給我們公平的機會 什麼什麼 我不會講這種話 而是我覺得兩方面都要 就是我們視障者本身要相信我們自己 就像這部電影叫相信 透過我爸爸對我的相信 我也開始相信了我自己 我才可能開始能做一些事情 是我真的想要做的 所以視障者自己本身 我們要相信自己是有辦法的 有可以克服困難的 而社會大眾 我也希望他們相信我們 就是給我們公平的機會 我們不是要齊頭式的平等 不是要你給我們任何的保障 說一定 你進去我就開始一定會用你 然後就一定會給你很高的薪水 我們不需要保護 也不需要保障 可是我們只要一個機會 就是我們進去了以後有 你覺得你看到的不只是我們障礙 你看到的是我們的能力 原來我們可以做那麼多 你願意給我們機會繼續做 這就是非常大家相信 你就要給我一個機會 我會用能力來證明我自己 可以升任這個工作 有哪些工作特別適合視障者嗎 現在我們有很多的工作 像以前我們傳統是按摩嘛 然後現在有電話客服 新被推的是電話客服 因為用聲音是我們最擅長的一件事情 1995 對1995有非常多 然後捷運公司開始也有了 然後所以電話客服可以算是我們一個比較新興的行業 那我們現在可以做的 我們有發現有很多的視障者做很多行政也很棒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科技的輔具 比如說幫我們掃描 然後它自動會變成電子檔 然後我們有盲用電腦就直接可以幫我們唸出來 我們可以做word 可以做PPT 好棒 所以很多的行政開始我們視障者做得非常好 而且我們非常細心 別人看可能會漏看 可是我們好像不會漏聽 我們就會很仔細 對 所以現在有非常多的工作機會 其實不是我們視障者能力不夠 而是我們比較沒有機會 沒錯 像你剛剛提到的 我們只要肯給這個機會 我們可以發現在很多的服務業 資訊業 其實視障者是都可以升任 甚至可以做得非常出色的 在我們這個社會上 其實視障者占的比例也其實不少 但是有很多人是因為缺乏接觸的經驗吧 或者是不太理解 很容易在相處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樣彼此相處 會覺得最自在最恰當 你感受一定最多 超可愛的 我一次坐高鐵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非常非常難忘的經驗 因為我去哪裡就是一定會戴著我的手帳 所以我還是拿著我的手帳上高鐵 然後就有一個小男生 很可愛 就很大聲地問他媽媽 媽媽 那個姐姐 我是姐姐 我很高興 那個姐姐拿那個是什麼啊 為什麼他要拿那個東西 結果他媽媽應該是 因為我接下來就會聽到哭聲 所以他媽媽應該打他頭 我再猜 就是原本就捏他 媽媽覺得不應該問是不是 對 對 然後媽媽就不要問 結果我聽到了嘛 我就走過去 然後跟那個弟弟 跟他說 因為姐姐眼睛看不到 所以需要用這個東西 這叫手帳 手帳就是姐姐的眼睛 結果他媽媽聽完我解釋以後 就一直拉著我 小姐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個問題真的不應該問 不好意思 真的 我就跟媽媽講 媽媽 不好意思什麼 就我的視障就跟我很善良 我很天真 我很美麗 這不是都一樣嗎 就是我的一部分啊 所以我也會鼓勵 所以我們站在兩方面還是來看 我們視障者真的接納自己 所以視障沒什麼好丟臉的 對 這就是我們的一部分 當我們越能坦然自在的 跟他相處的時候 別人也會越坦然自在的 跟他相處 所以當一般人在遇到你 發現你是視障者 或者看到你的手帳的時候 你希望別人怎麼樣 最坦然的面對你 他也自在 你也自在 對 都很自在 就是很正常啊 就是 這就是你的一部分嘛 你從來都不需要去掩飾 這其實是視障這件事 對 這個是最好的一個狀態 但是我不可否認就是很多 身心障礙者 因為自我接納 對我們來說真的也很困難 然後所以 有時候心裡還是帶著傷 是 那個傷沒有被治療好 可是我覺得大家的 對待方式 就像是比如說你看到有一對 有一個你很好的朋友 他失戀了 他如果失戀 他看到別的 成雙成對的時候 對 好閃喔 然後看到別人這樣子的時候 他會不會痛 會痛 所以我覺得身心障礙者 也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心裡有一個傷 可能我們會痛 所以你不小心的 搓了他一下 他可能就會很痛 可是這不是你的錯 這是因為他還沒有 治療好他的傷 剛才聽了朱希怡的故事 如同在週末的晚上 喝一碗心靈雞湯 給了我們勇氣 去面對人生更大的風浪 非常感謝也祝福新怡 也謝謝您的收看 晚安 唷 e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